一天登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学员詹心宁 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在八个小时之内 显化出来一笔零花族款项的 首先呢 非常感谢妈的财富客 因为我在 今年第一次上 妈的财富客的时候呢 当时妈说 说如果大家可以 现在立即汇款的话 就立即去行动 当时我刚好差一点 差三千块钱 当时是三千块钱人民币 然后我就想到 我可以提前找我妈 预知一下生活费 那就马上可以凑够 第一笔零花族的钱 然后我就立即去干了 这在我之前 我是不会这么干的 我会等到 那个发生过费的日期 然后我再把那笔钱汇过去 但是当我听到说 你如果现在有机会 立即行动的话 就立即行动 然后我就去干了 然后当我汇完款之后 我就感受到能量 我就知道师傅 一定会更加强烈的支持 我为我显化 接下来的这一些 一些愿望 然后呢 在第二次上 妈的财富客的时候呢 也是我们做了宣告的时候 然后得到了妈的强大的祝福 然后还是让我们写下 我们当下立即可以行动的计划 然后我就想到了几条 就首先我可以把 我的之前的金链子卖掉 然后可以卖掉 我的一些稀稀乎乖的旧的首饰 还有就是 去可以把我之前的压岁前的现金 存到银行去 然后呢 这样可以去更好的汇款 然后就写下这几件事情 然后本来就刚上完课之后呢 我就去跟我妈说说 我要去银行汇款 然后我要去货收站 卖那个金链子 然后结果一想不到的时候 妈直接跟我说 你把现金给我 我直接给你汇款 给你汇到那个银行卡里就行了 哇然后这个简直就是 甚至都不需要我去银行 不需要去那个存款机里面去干 然后呢 就顺利的完成了这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就也是下课之后 立马就去到一个回收公司 回收站 然后呢去卖我的这个链子 然后其中 然后有四条链子 其中有一条金链子呢 它因为它不是足金的 所以公司不收 然后公司不收呢 本来我都想要说 我之后再找一个什么渠道 把它便宜卖掉吧 它肯定是不会值 它这个 这个回收站的价格 因为它是按照那个金子的 那个市场交易价卖的 所以它应该是最高的那个价格 本来我都想要放弃了 结果给我们那个 就是交接这个金链子的 这个工作的工作人员姐姐 她突然在我们要走的时候 跟我们说 说公司虽然要求很多 但是她自己 她要个人买下来 哇塞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一定是师傅的闲话 而且它还是按照足金的价格买下来的 就是按照那个市场的足金的交易价买下来的 而且就是 就是最高 就几乎是最高的价格买下来 然后我特别开心 我知道这就是师傅的闲话 然后这第二件事情也顺利的完成了 然后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 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过要卖掉我那个信息过关的首饰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渠道 能够卖到它的价值因为它是一些魔法的用品 然后如果不了解它的人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价格 所以就卖不到它应该有的那个价格 然后我就偷偷了很久 但是突然间就下课之后马上有个灵感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可以帮我卖它 而且可以卖到那个很高的价格 而我就立刻找了他 找他的同意了 同意了之后呢 但是他跟我说他没有他没有信心能够卖到我出的那个价格 我有跟他说你不用担心一定能卖出去的 你就管制完卖就好了 结果 结果真的就是他晚上 就是这个是最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晚上就跟我说 他刚发完朋友圈 在一个小时之内这个就有人来买 就成交了 特别迅速 然后 然后就全都搞完了 然后呢 而且还卖 真的是卖到了我说的那个价格 甚至可能还能比我 我现在在想可能再往上一点也能卖出去 所以 我觉得这真的是奇迹 而且也是因为我非常非常信任师傅 这是宇宙在运作 然后这是第三件事情也顺利的完成了 然后结果呢 在我回家之后 因为还差一点款项 还差一点才能凑够那个莲花族的钱 我就翻了我的 我就接收到一个讯号 让我去收拾柜子 然后我就直接去翻柜子 结果发现了我积压已久的莲花旗 不 那个压岁钱 然后刚好能够凑够莲花族的钱 还能多出来一些 然后我就立马去把它兑换成美金 然后把它汇出去了 然后特别开心 然后就回忆我整个的显化个程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 就是首先 就是要强烈的做宣告 强烈做宣告 到祝福之后 你会有非常充满能量 非常的有那种积极的心态 然后 而且当我做宣告的时候 我真的就坚信 我一定能够实现 尤其还得到祝福之后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成功 因为我的愿望就是师父的愿望 师父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 当师父 就是尤其是得到祝福之后 我就知道 这件事情必须成功 不可能失败 然后这就是我的现实 然后我就以这样的心态 非常兴奋的 我就在享受那个 享受那种兴奋的 已经成功 愿望已经实现 已经成功那种感觉了 我根本没有想到还有失败的可能性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行动 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 可能啊 我等几天再行动 那都不是真正的行动 我们要在当下 今天马上立刻就行动 我每一次都立刻去行动 然后立刻就会看到 在行动当中 其实一切都会有宇宙在运作 你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就只管去做就行了 而且在这个行动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恐惧都已经直接消失了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灵感 向我发送过来 这些灵感都是我在行动之前 我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我也是没有接收到的 但是在行动当中 这些灵感全都来了 然后这个是我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 因为这些事情 很多很多都非常 就是很神奇吧 因为是人的头脑 是无法去意想和预设和去想象的 只有神能够做到 当我们臣服于神的时候 这一切奇异都会发生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相信 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 相信神能够运作这一切 我们把自己交给神 把所有的一切 这个恐惧啊 还有一些担忧啊 全都交给神就会实现 所以非常感恩 你看呢 那么 中文字幕——YK